2月2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球人权进步的讲话。 王毅指出,人类正在同新冠肺炎疫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战胜疫情是我们承担的使命,团结合作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场世界大流行,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一亿多人染疫,200多万生命消逝,1.3亿人口返平。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进一步抬头,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泛滥,个别国家热衷于利用疫情搞政治化、污名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的正当要求未得到重视和满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如何促进和保护人权? 王毅强调,中国主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人权普遍性,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人权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更不能成为向别国施压,干涉内政的工具,各国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交流与合作,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事实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每一个人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捍卫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我们还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紧急人道行动,向有需要的各国和国际组织施以援手,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理念,同时中国是最早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 我们克服自身困难,正在向53个有需求的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向22个愿意购买的国家出口疫苗。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打压别国内政。 王毅指出,中国支持世界各国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但反对以双重标准对别国攻击抹黑。 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是人权之本,人民的利益,是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权的根本追求和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 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必须按照本国国情和人民需求推进保护人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